浙江大学郑强教授曾在演讲中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中国教授和一个外国教授在谈话的时候 聊什么东西能得到外国教授的尊重 想了半天 不是宝马奔驰 这些说的越多人家越瞧不上你 那么说点什么好呢 郑强教授只说了死个字 台下掌声雷动 郑强教授骄傲的说 故宫 长城 作为我们中国人文化的根基 几千年来的历史 底蕴 这些都是外国人所不能超越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可以很自豪的 给这些外国人讲一讲这其中的故事 郑强教授已经不止一次的强调过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郑强教授说完这个故事又说道 上海的东方明珠 没有文化 其实就一座水泥塔 这句话说完台下的观众都很茫然 不明所以 郑强教授紧接着说 杭州的西湖也没有文化 跟你们家旁边的水塘一样 都是A2台下的观众更加疑惑了 其实郑强教授说这些话也并无道理 地标建筑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堆水泥 并不能体现出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涵 很多人上海旅游第一件事就是去网红打塔 虽然留下了赏心悦目的照片 但根本没能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 同样 郑强教授又说道 作为一个杭州的妈妈几乎很少有带孩子去西湖的 而其他游客一到假期就喜欢跑去西湖划船 与其人挤人的排队 其实还真不如在自己家附近的公园游上一游 而杭州最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灵隐寺却很少被人知晓 郑强教授指出 我们对待历史的尊重 远远低于对自然的贪婪欣赏 国外对于博物馆和历史建筑的崇敬 是大大的高于对草坪和喷泉的 放眼世界各地来到中国的外国游客 他们的第一目的绝对是想要了解一下 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化 而不是去一些所谓的网红打塔地 虽然郑强教授一直在强调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 究竟有多么重要 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对待历史却越来越疏远 相比于学习历史文化 他们似乎更喜欢在网络上刷短视频 这点让郑强教授痛心不已 就连金亦南教授谈到现在孩子们对待历史的态度 都十分担忧 表示他最担心的不是现在 而是将来 因为他怕下一代的人不懂历史 缺乏历史意识和文化自信 可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史书读物都太灰色难懂了 不光是孩子不愿意看 就连大人读起来都很费劲 可就在前几年 前央市主持人张全灵 发现了一本把自己儿子深深吸引的历史学习读物 当他读过之后 二话没说就给了这本书的作者 147万的投资 这套历史科普读物叫做半小时漫画中国诗 这些书和那些晦涩难懂的历史读物不同 作者陈磊把历史故事分解剖析成 漫画家段子的方式 书中不仅有建盟的漫画形象 还有严谨的历史故事 让人读过之后无补称赞 这种方式学历史真的太新颖了 这套书的火爆一定是有其背后的原因 作者陈磊在作品创作完成后 还会花仲金聘请专业相关的人士来为其审稿 用来确保书中的每一段话都符合历史 每一张漫画都尊重历史 在遵循历史的同时 把这套漫画创作的又十分有趣 不仅通俗易懂 诡谐幽默 书中那些建盟的形象和筷智人口的段子 更是广受好评 让读过的人在感到轻松的同时 又能记住历史 书中的一句话 就让人记住了战国七雄的灭亡顺序 想望都难 书中把历史人物事件全部掰开揉碎 让没有一点历史基础的孩子 瞬间了解历史 喜欢历史 说到唐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唐玄宗 在位45年完全就可以看作两个阶段 前半生英明神武 王者荣耀 后半生惨不忍睹 整个垮掉 在搭配那些萌萌的漫画形象 让人独霸之后深深的把这些历史知识印在脑海 漫画家段子的方式 让枯燥的历史内容更加的生动 有趣 让历史人物从书中走出来 让读书的人站在这些人物的背后去思考 了解历史本来的样貌 这也是陈磊的初衷 毕竟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套书的宣传中敢写出 看完就能倒背的豪言壮志 教育不是灌输 而是点燃求知的火焰 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喜欢学习 而是我们作为家长没有给到正确的引导 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学习更多知识 让孩子爱上阅读 除了半小时中国史 半小时漫画还推出了世界史 唐诗颂词等一系列作品 不仅能点燃孩子求知欲 还能在愉快的体验中学习知识 了解更多的东西 这可比被动的让孩子去上一些兴趣般强的太多 何乐而不为呢